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邀请到万保投资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邀请到财经所助理教授谢晨彦 大家好 以及资认分析室王英亮 大家好 好 有没有机会 让我们手上抱的股票 收在一个比较漂亮的 封关价位呢 我们请蔡总带我们来看 是不是真的有机会 明天出演反弹 现在的氛围 原则上有机会 但是还是要看 美国股市的脸色 昨天美国股市非常诡异 我们看道琼或者纳斯拉克 开盘都是大涨的 盘中也涨 但是 都也拜登 没台没日子 他也不懂 要不要到收盘再开记者会 我们台湾都知道 如果是要开记者会 还是我们的调查局要去搜索 也要等收盘之后 他干嘛 在这个时候开记者会呢 他是下午 美东时间的下午四点左右 召开了记者会 就此一周年 但是我们注意一下 收盘的前两个小时 股票就开始杀了 这个尤其科技类股 大概在当地时间 下午的两点就开始杀了 会不会他记者会的内容 提前泄露了 没错 那重点是什么 拜登讲了一根 跟全球的资本市场 都有关的 下达升息的圣旨 他说 故意联总会 现在有必要适当调整 刺激政策 就是那两年不是疫情 印很多钞票 现在通膨 通膨严重的话 让拜登今年的其中选举 可能要落败 落败有2024还要选 他昨天有讲 他还要跟副总统搭档 一起再选2024 所以提前泄露 2024他几回 我想一下 八十几回 八十几回 好 但是我们回来讲重点 外泄了 那观众一定会讲说 美国联总会是不是很独立 难道受到美国总统的影响 会 为什么 MOMC的投票前 有12位的委员 其中有7位的话 就是联总会的理事 那拜登联统政府主席 还有最近提名三个 等于五名是他任命的 所以他当然会有影响 那影响之后 股票就杀下来 好 但我有个问题 真的想不通 这是新美中央行的对抗吗 为什么美国在开记者会 下达升息盛指的同时 中国就批批血在今天 又再度降息了 美国每一次做到升息的时候 中国就出手 每一次在升息最关键的敏感时刻 中国就做了动作 两次都是在美国 喊要升息的时候 中国降息 中国又再降息了 对 真的是针锋相对 所以这是新美中央行对抗吗 中国今天就在今天 打强心声 降LPR LPR的利率简单 就是说 房屋贷款 对 贷款的利率 各降五个基点跟十个基点 所以资金宽松 今天大陆跟地产的股票 跟黑色系的期货 都出现了大涨 美国把钱收回去 中国在放水 我给我们观众那种感觉 feel更强烈 这个我们是常看的 美国十年级共载 只利率往上 往上的话就是利率看胜 这个就是紧说 但是相对中国的十年级共载 是往下的 破敌 所以中国在市场放水 美国在市场收紧 而且中国的十年级 共载指令大概2.7 美国大概1.9 差距将近一个百分点 不可能中国的钱跑到这边 因为收益率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我做了一个结论 请我们观众 现在就开始要注意 可能春节之后会更加的明显 还是跟中国市场高度相关的 价值型的股票 中期会上涨 那跟美国高度连接的成长的股票 可能会下跌 这个逻辑要注意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再往下来看 我们就回到我们这些台股 其实台积电跟联花科 大家都认为成长 这没问题 但是今天给他这样一宣布了以后 这个股价都没有表现 为什么 我们很多观众一直问 包括很多的专家 可能有一个盲点 就是说因为美国今年可能会升四次 明后年各三次 总共会升息十次 每一次是印码 总共会升2.5% 2.5%我现在假设一个成长公司 两年后等于后年 EPS是石块 我告诉观众 它可不是现在的石块 它必须要按照未来的利率 把它折现回来 这样听懂 把它折现回来 就是未来的石块 绝对比现在的石块来得小 当然 比较高 比较高 那较高 根据利率 利率角上升2.5%的话 那个折现会折得 让它的这个股价会掉下来 所以为什么成长股会跌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 那更不用讲宏大电这种股票 今天宏大电的股票 如果成长股都会跌 那转机股就更惨了 因为他说我VR要成长成长成长 但是因为他没有赚钱 所以他在未来利率走高的时候 现金流量会更加的估解 就流量会更少 这样财务结构不好的公司 他就撑不起来 但是你看价值的股票 价值股 你每次看电子股面板在涨 你就知道那一天一定是价值股 因为所有大型的电子 今年支利率最高的就是尤达 可能要花三块 那十几% 这样才22块 长龙这也没人说 大成钢你看它不是成长股 它去年一片子就将近六块 今年顶多也就是六块 但是它有很高 很高的什么 持利率 还有因为股价低 本利比低 然后中国今天创四年新高 不锈钢就全部的 屡价也创下高 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 价值股的表现 那外资是不是撤退ING中 还在撤退 我们来看在今天外资 持续再卖 卖超55亿 卖什么股票呢 竟然卖超第一名是鸿海 卖了10538张 鸿海没什么见到 我们来看到它卖的还包括 易光 台积电 上钥 上钥市最近飙得不得了 已经创下五年新高的个股 还包括永丰金 富彩 金像电 光磊 佳能和元泰 好 那今天外资的这个 卖的股票 请观众也特别注意 我想卖鸿海 卖台积电 这个比较没什么 因为前置股 它卖最近表现不错的一些电子 比如LED的易光 还有这边的富彩 一开始不要报股过年 不要报股过年 他要结账 所以 那这是迷你LED最近最夯的 对 对 你们就撩住起来 内服撩住起来我要提款 我要走人 我也知道你们台湾要休止是一天 难道不知道 上钥这种 另外没有在前十民 特别还有袁泰 最近也长得很凶 他卖了很多的元宇宙 包括这边有佳能 然后不在前十民的宏达丁 益创 卫数 3508 卫数 那个全部都卖 这个要特别注意 他也针对这些不靠谱的股票 也在做一个调节 所以靠谱的也卖 不靠谱的也卖 所以我们请音量带我们来看 我们刚刚谈到拜登下胜指 我们刚刚也谈到 美国在收集 中国在放水 那我们当然台湾是比较贴近 美国股市的图法 所以我们要来看看 到底美国股市会牵动台湾股市 未来会牵动到什么程度 加上很多人不知道 拜登的支持度 也就是满意度 跟Dolk Jones的走势息息相关 因为这个数据 它不是统计几年而已 它是统计了1959年到2020年 这段期间 所以大概有61年的一个期间 如果说总统的施政满意度 是小于等于35%的话 通常那一年的 道琼年化报酬率是负10% 等于跌10% 如果说是介于35%到50%之间的话 它的一个年化报酬率是怎么样 可以大于10%的 如果是50到65的话 那就是大概7%左右 大于等于65%以上的话 大概就是2%左右 目前根据最新的美国研调机构显示 拜登目前的施政满意度是多少 42.4% 那就是落在这里 对 也就是说今年 他还是有机会 这个大概10%以上 这当然是比较长远的规划 那近期大家面临到就是要封关 那封关这个问题 就要考虑他说什么股票可以留 什么股票该卖还是要卖 好 来 那我觉得在年前机会渺茫的 应该是在什么 在这个防疫概念股 前一段时间很高 因为疫情扩散 可是大家会知道 现在疫情还是很严重 可是你看到快塞概念股 现在到处都要快塞 快塞概念股的养诺法 这已经在建了 因为他已经跌破十字均线了 连是黑了 对 已经跌破强势格局了 所以这个你就不要再寄望说 会不会再创高了 连物流的财配通都 对 财配通 为什么 因为现在 好像要升三级不太可能 为什么 政府没钱了 所以他也不太可能升三级 所以他也是一样 跌破了十字均线 等于说防疫概念股 现在疫情那么严重 股价反而怎么样 是往下的 防疫拜登股 拜拜了 然后原宇宙刚刚参总有讲到 这个就是怎么样 做梦题材 现在梦醒慢慢靠近地球表面了 所以上次我们有讲过 破季线之后 你要赶快特别小心 就要跑掉 预算也是一样 比较有机会 就是刚才有讲到 价值型的 今年有价值型的 我觉得应该还有机会 年前都还有机会 年前到年后都还有机会 像这低本益比的IC通路股 文业 文业去年前三季赚7.3块 去年一整年应该可以赚10块以上 可是现在本益比 大概低于8倍左右 这一段期间很多股票跌 它逆势独强 涨了41% 文业在涨的时候 它会带动大连大 为什么 因为大连大持有文业 大概22.2%的股权 所以它要涨 它也会跟着涨 它的EPS也不错 本益比大概89倍左右 再来就是说 今天很强势的IC设计族群 明年大家期待度还是很高的 比如像这个6197的荔枝 这个自有机会成为第12千斤的 它的这个主要就是说 电源管理IC很缺 所以它的股股价又强功 另外一个在Wi-Fi 6晶片的部分 像今天低价的3041的羊智 又开始强功 这个里面我觉得 比较有机会的 就短线可以强功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股票 可以赚红包的 对 3041的羊智 为什么 其实羊智它主要今年最大的 一个题材在Wi-Fi 6的部分 因为Wi-Fi 6的渗透率 大家可以注意到 去年大概是20%到30%左右 但今年它会增加多少 50到60% 等于说它要增加一倍 所以代表这个市场需求量很大 那联发科的Wi-Fi 6晶片它已经涨多少 20到30% 联发科除了Wi-Fi 6晶片之外 它现在也研发出所谓的Wi-Fi 7晶片 那问题就来了 现在这个市场很缺 有一些交期到52周 那联发科的Wi-Fi 6晶片如果供不应求 那它会交给谁来帮忙 我跟各位讲就是3041的羊智 它最有可能 大家可以注意一个很细微的动作 羊智的前总经理 在去年大概9月的时候被解任 对外说法是公司 是他家里有事情 他的强项在哪里 在机上合 可是机上合不赚钱 所以解任之后 现在市场盛转什么 新的总经理 是跟什么Wi-Fi领域有关的 所以之前我们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讲过 但是陈燕哥也认同 所以陈燕哥加持的情况是 像你看讲了好几根 那你可以发现从这边到这边 它其实也都没有怎么样 跌破这里是持续稳健上工 而且这一波整理大家可以注意到 它是连季线碰都没碰到 代表说还是强势多头格局 更重要的是什么 投信现在开始进来买了 投信应该是不会去买这种赔钱的股票 但是现在开始开单 这应该是看好年后行情吧 对 所以它提前做卡位 那你看它整个营收来看 的的确确12月 它是月增39.5% 代表说怎么样 这的的确确营收有好转 有想象的空间 这两天我们留意到 关股两天买超60亿 外资是一直在卖 主力一直在撤退 投信也在撤退 自营商昨天大卖了八十几亿 谁在买 关股在买 所以是不是要让我们过个好年呢 那关股买的这些个股 是不是代表政府做多的心态浓厚 好 那我呼应刚刚这个 娟姐所提到的 其实现阶段大家发现 关股买的这些股票 清一次除了台西店以外 现行都不是很好看 对 我们注意看 但是关股那些超盘人 不要看山吗 你不要看技术面吗 还是 代表一个什么 他买低基席的 有成长的 对 就是他看基本面 他不是看山道在做 他就是看基本面 他就是要放更久的 对啊 所以他要让投资人安心 所以他敢低线 我觉得他 他要让我们过年开欢喜就对了 对 我觉得这个政府的一个 关股或超盘人 与其去追告 我反而认为他低线是 对股民来说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事情 因为其实他 所以他是不是来互指数的 我认为是 我们怎么样来说 像这个台西店很明显 所以不用说 一定是互指数 那像这个联电也是 金元双雄 货柜双雄里面的 长龙跟这个阳明的部分 很明显嘛 那删头删头没好看 可是呢 关股在买 那代表什么 代表他要让股民安心嘛 关股有在买 所以变成说 它形成了一个支撑的力道 那环球晶的部分呢 它是因为主要是要 互OTC指数 因为它是OTC里面权重最大的一个 一档个股的一个部分 如果在集中市场 要互指数就买台积电 在OTC要互指数就买环球晶 对 就买环球晶的部分 那国际的部分也是 所以变成说 现阶段政府的心态是偏多 这个已经可以很明确 可以感受到 现阶段的一个关股的一个动作 是这个样子 但是政府对我们来讲 会不会只是安慰剂 因为外资也在卖来投资 也在卖来自行商 也在卖来竹力 也在落跑中不是吗 所以变成说 赚指数赔这么差 可能指数没落 可是股票可能会落 这个是大家要去小心的部分 外资重新回头再买的中小型股票 特别跟大家来解析一下 像这个索罗门 光群雷 一粒电 华晶科跟中电跟环电科 这六档股票其实 跟一个题材有关系 元宇宙 最近元宇宙 其实表现不是很好 可是相关几档个股 比如说像这个索罗门 因为我觉得像这样的个股 都是短线炒题材 为什么 短线 对 因为它飙上去之后 它本来就是完全没有量 完全没有量 可是突然他说 他有元宇宙突然飙上去 過年前很忙 又要送禮 對不對 又要拜拜 對 我們做這種短线的股票 可不可以太忙 我覺得看投資人的属性 你如果你就每天 八點有才是要去拜拜 我覺得 過年前不可以死 我們來做這種低線的高票 可不可以太忙 娟姐 你可以說 早上看盤會補去送禮 應該是可以 我覺得看投資人是属性 但是這些是短线的 那我覺得說像這個 一粒店我想大家都 比較有聽過 做這個車用的一個 抬頭顯示器的部分 那滑金客也是 所以這兩個是 包含了元宇宙跟車店 都含在裡面 那環天客的話 是完全就是屬於 這個VR的一個部分 所以投資人在操作的話 我認為說這六檔客 其實相對短線有幾個 可是就是要短近短 我覺得你跟我講賣什麼 比較實在 因為現在投資人心情 是不是會跪你 會不會不敢包那麼多 他總有一些要調節或解碼的選項 也就是說他手上的股票 如果他持股比較高 他一定會想要調節或解碼 對 所以這個選項在投資人心中 既然這麼重要我們來看看 那些主力 落 跑 股 是不是我們也要跟著跑 好 我今天準備兩張資料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邊是偏多的 那我先講比較弱勢 剛剛娟姐特別要 要我跟觀眾來提醒一下 提醒一下 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線圖 這個是OTC的化工指數 這是一個往下跌的一個部分 他其實他的表現比 所謂的大盤跟 跟所謂的櫃買指數 都還要弱勢 那裡面的成分股其實包含像 美錫馬 電動車的 對 電動車的 然後這個洪漢這個 台蠟永捷 這個大家比較沒有聽過 可是像美錫馬大家聽過 它的難兇難地就是 這個康普 美錫馬跟康普 所以這種要賣 對 這種要賣 為什麼要賣 因為大家一定會聽說 奇怪 電池報價都在漲 股票為什麼不會漲 大家要想這件事 這個跟之前的 航運股有點類似 就是說它的報價一直在漲 一直在漲 可是電池的相關股票 運價一直漲 為什麼股價不漲 所以代表什麼 籌碼在裡面有點混亂 所以這個 對 所以我認為說 電池的一個部分 因為現在是漲儲能 就是漲那個儲存電力 比如說像系統電 今天就比較強 類似這種狀況 那單純是電池的 短線部分 我認為就是 在年前稍微做個調整 所以這個是 小心了 對 小心了 危險股我們再往下來看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是主力庫存報表 我們來研究一下 主力哪些個股在落跑 好 那這邊其實大部分 都是有價有量股票 因為 其實要過年 主力也要回到現金 比較快 所以現在是在回到現金 對 這是在回到現金 它在賣的 華航 中鋼 國泰金 台信金 聯電 聯產投控 跟來寶 跟來寶 這是主力在回到現金 回到現金 那我們注意一件事情 國泰金跟台信金 是什麼 其實都是這個高級期的 可是它的基本面很好 而且還有避險的功能 因為這個美國生息 所以現在主力的心態是什麼 要過年先賣再說 它現在不管了 它就是先賣再說 所以變成說這兩檔 金融股短線部分 我覺得會陷入到一個震盪的部分 那中鋼也是 中鋼也是主力短線上面 剛才在做調節 那這兩檔 我覺得大家也稍微注意一下 像聯產投控跟這個來寶 因為聯產投控 其實之前比較沒聽過 有點大家搞不清楚它在幹嘛 它之前也是說它有元宇宙 突然就漲上去 可是現階段主力也開始做調節 那來寶是屬於這個儲能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 系統電跟來寶都是屬於儲能這一塊 可是漲上去之後 主力也在做一個調節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個留意 對 比較就是稍微比較小心的部分 但是我們還是要講一下安全股 對 安全的部分的話 像這個元大高股息 偽創 偽創就是伺服器 像這個禮拜二 有跟大家帶到這個伺服器的部分 最近這兩天 偽創的表現其實相當不錯 是很好的 對 偽創都往上漲 那因為我覺得長榮行 我覺得這個參考 為什麼 因為主力買長榮行 可是它賣華航 所以它可能是配對交易 對 可能是配對交易 或是對沖而已 所以我覺得參考性不是很大 那各位看到像長榮 這個上藥 華邦電跟這個智原部分 我們看比如說華邦電跟智原 其實都是屬於基期低 基本面很好的個股 那各位注意看 其實這邊 稍微比較偏電子一點點 這邊比較偏 所謂的一個金融類股 跟傳產的部分 所以變成說 現階段主力的思維 我認為它比較把資金 留在電子上面 好 台灣的盤面 我們來談談產業 大家都知道 現在每個人手機都說 能不能上5G 5G到底好不好用 觀眾朋友 不怎麼好用 所以我在家裡 其實我覺得有開5G跟沒開5G 其實差不太多 所以5G有沒有可能是一個過度產品 5G有沒有可能提早夭折 因為最近竟然有個新聞 讓我們悚然一驚的是 美國航空公司警告 5G會威脅到飛安 現在美國已經有40個機場 如果你的飛機使用激高氣 那不行 甚至包括連我們的華航 我們的長榮航空也因為5G 調整了航班 5G竟然會影響到飛安 匪夷所思 對 其實今天我們看到幾個 低軌衛星的股票 表現很強勢 我覺得如果以今天大盤 整體的一個角度來看 今天低軌衛星表現不錯 你看連發科 環天科 明太 這些都是跟網通相關的 迅州等等 那其實大家一直質疑說 你到底低軌衛星能不能落實 你真的有市場嗎 那為什麼在農曆年前突然 這些族群突然動起來 其實就是跟娟姐 你剛才講的這個5G 是不是一個過渡事情 甚至它現在已經影響到飛安了 為什麼 因為AT&T跟Veron 他們已經開始實行 就是C頻段的這個 5G的一個網路計畫 結果沒想到 因為它這個頻段是落在 落在這個3.7到3.98 好 然後呢 飛機它在飛行的時候 它的這個高度儀器 在測量這個地面的距離 你看到影片有沒有 它正常來講坡出去直的回來 坡出去直的回來 但是被干擾的時候 這個坡會變 奇怪它的頻譜是4.2到4.4 中間有一個隔一段 可是還是會干擾 結果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你會影響到我的飛行安全 所以現在FAA就說 你這個不行 你這個40座機場 你全部要把這樣的一個 就是無限測量高度的這個儀器 全部關掉 可是沒有這個計高器 降落也很危險 那當然你沒有這個計高器 會產生什麼問題 譬如說777 787 都有裝置這個設備對不對 好 那我的飛行員要做什麼 就是靠你們用目視的 他的想法是這樣 目視 以前也沒有機器 你眼睛也是要看 你眼睛也是要降落 可是這裡產生一個問題 那不是在開車 那是在開飛機 對 像以前我的好朋友 瘋狂詹姆式 對不對 他就是目視 對不對 可是這裡有一個問題 瘋狂詹姆式的飛機 我說實在是不敢 瘋狂詹姆式的飛機 會跟人如其名 會很瘋狂 雞如其名 但我講的情況是怎麼樣 是說今天我正常來講 視野很好 目視沒有問題 可是重點是 但是天氣不好的時候 對 通常譬如說我起霧 下大雨 甚至飄雪的時候 我完全看不清楚 我就是要靠儀器 去測量那個距離 對不對 那如果沒有這怎麼辦 就會影響到 就會霧點 1000多班 就這樣影響 而且現在這樣一調整 就是我剛才講 FAA這一調整 你知道影響多少 4%的航班 1.5萬架次全部都亂掉了 120萬的旅客全部 就卡住了 好 那再來一個是什麼 我這個儀器我要減速 對 但是你不能不讓我使用 或是有干擾的時候 我沒辦法減速 那沒辦法減速 速度的減速出問題怎麼辦 就飛啊飛啊 就衝出去你看 就衝出去跑道了 就衝出去 因為我沒辦法順利減速 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因為你沒有辦法 減準那個距離 它有一個距離 它知道在大概多高的距離 多高它減速到什麼程度 那我如果抓不準那個距離 我這個減速的時間 沒拿捏好 就有可能會偏離跑道 而且像有的機場 它不是在那個懸崖邊嗎 那真的衝出去 還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很多機場現在為了 撕件的方便在海邊 風很大 那風很大的時候 我要有一個乾 我這個風速測量的這個儀器 我要來做穩定的 結果你現在這個 不讓我使用的時候 你看飛機有沒有 側風太強了 導致飛機沒有辦法很穩定 這是一個問題 那我舉一個例子 這到底有這個亂流來 這個到底有多危險 其實就是這個干擾有多危險 1977年那時候 停谷干擾有多危險 對 3月27 就是在西班牙的一個機場 泛美航空跟荷蘭航空 兩台飛機 你知道一台是要起飛 一台是要彎進去跑道 結果這個要起飛的 它是不是要靠無線電 跟塔台聯絡 然後這個泛美的訊號進來 干擾了就多久 就4秒鐘而已 所以荷蘭航空沒有接到訊息 它以為可以起飛 結果就兩台飛機 一台是要起飛 一台跑道跑道 砰 就這樣撞上去 相撞 就4秒鐘 然後因為無線電 干擾 干擾 這很可怕 那我們回來看 那怎麼辦呢 那如果5G這麼難用 所以開始有人說 美國有可能會跳過5G 直接進入6G時代 那美國如果跳過5G 直接進入6G時代 誰會因此得利 當然第一個像 我們就要看市場 誰是6G的領先者 對 像聯發科 現在已經在拚6G了 他也把速度拉上來了 比5G的速度 拉到10到100倍 這第一個 而且有一個有趣的 我分享一下 就是這個 分享這件事情 可能很多男生會很快樂 這個香港城市大學 它有一個這個 叫做成像晶片 它是高頻 這個叫做高頻電磁波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的物質 透過這個高頻電磁波 它既然可以滲透 滲透以後它就可以透視 那透視就是我拿的手機 當然我們不要去做奇怪的事情 就我拿的手機這樣看看 可能我是要看後面 有沒有什麼危險物品 對著物品這樣看 有沒有危險物品 這個就是 也是往6G這個科技來發展 但是不小心就看到 不該看了就對了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其實像晶片店裡面就有 它就是在掃 有沒有那個危險物品 這個在國家安全機場 這是香港城市大學的研發 但我們回到6G 我們回到6G 其實未來6G 很有可能它是要搭配 低軌衛星對不對 對 那因為現在 我就譬如說以最近 中國大陸為例 因為它其實5G 不管它的基地台設施 跟應用端的結合 已經大概佔全球70% 還是有缺對不對 它就發了6顆低軌衛星 花了11個月上去了 那這上去以後呢 基本上它可以做到什麼 30分鐘透過低軌衛星 沒有中斷 那這樣子是不是就可以把 剛才譬如說我們說 機場的部分 你不能用5G 或是你6G還沒上來的 我就可以透過低軌衛星去 把它補齊 這其實這也是為什麼今天 相關低軌衛星的概念股 有上來的原因 所以我們回來看 今天動的股票 其實我們先看低軌衛星的那一張 所以它到底是短線在反映消息呢 還是有波段的行情 我覺得這一個基礎建設 再推的速度會越來越快 應用會越來越廣 所以不論是你說聯發科 或環天科它做GPS這一塊 像剛才這個韻亮 他講的這個陽智 這個部分 或者是像明太 其實這些股票獲利都有上來 而且其實本益比不高 本益比不高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持續 因為大家會相信說 以前你們都說什麼 把衛星打到太空 然後你要做這個低軌衛星 對不對 好 然後什麼通訊 現在照這樣來看的話 這件事情是勢在必行 所以我發現最近 投信也在針對這個部分 在做佈局 那因為農曆年前照道理 投信的操作 應該會比較保守 所以他願意去佈局的 我相信他對於年後 是相對有信心的 好 所以現在我們今天 是投信買超 對 然後股價又站在季線之上 對不對 我看到都在季線上面 沒錯 像這個群創的部分 剛才蔡總有特別提了 然後像齊鴻散熱的部分 其實這幾天的股價反而相對 他是相對強勢 因為獲利本益比其實不高 幾乎不到10倍 那群電是電源供應器的部分 剛剛進來 然後明太的部分也是一樣 它這個是路由器的部分 也是站穩開始上 但是滑通其實是外資在買 但是我想說就一致性 我就沒有特別換 但是大家到時候可以看一下 其實也是法人進來買 那台表科的部分 其實整個應用更廣 所以它的這個線圖的架構滿好 那這裡面我會覺得說 齊鴻其實可以特別關注一下 好 我們來看3.0A7的齊鴻 對 因為它在 因為散熱的部分 你不管伺服器 不管是低軌衛星 還是車用 都要用到 其實都會用到 所以這個可以 最近才開始突破整理區 而且量才出來 也許龍蜜年後 受到的影響會比較小 好 2022有什麼產業 會退出市場 或者提前夭折呢 就我們剛剛所談到的5G之外 還有一個產業 有人要退出了 這個產業是面板產業 誰要退出呢 三星說我要退出 LCD電視面板市場 而且雖然我之前就說我要退 但我現在要加速退場 三星要加速離開 LCD電視面板這個市場 對我們而言 應該是好消息吧 對 所以說 畢竟這個市場還是有需求 有需要轉單 對 有需求 有轉單 所以現在就要看 其實LCD 基本上是比較便宜的 然後三星不是不做 它要做新的 所以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今天面板股全面大漲 所以大家看到 其實包含友達 群創 那彩晶等等通通都大漲 那元宇宙相關的也飆 所以現在就是兩個重點 一是跟面板相關的 一個是跟面板相關的 元宇宙相關的 所以大家在投資 我覺得有一個重點 大家要抓到 面板現在是越大越好 越小越好 在中間的很速的 你就不要去碰 三星退出LCD市場 這個起到現在變紅海了 不容易賺了 它的跌幅回到什麼 2020年 那時候的一個所謂的基期 所以基本上 它要去做新的市場 那這個時候 包含京東方 包含我們的友達奇美 會抓到這個端子 所以怎麼樣 它的這個營收 我認為 就可以吃掉 三星的這個份額 可是這個部分 我想 其實今天就直接 反映在盤面上 那當然 第二個就是說 那三星它要做什麼 三星它要做新的 叫Quantum Doct 就是什麼 量子點的OLED 那這個量子點的OLED 各位可以看左邊那張圖 表示怎麼樣 其實大家看到 今年我們今天要講 Mini LED 可是就這些所謂的 趨勢專家的預估 Mini LED 是一個過渡性的產品 Mini LED 也是過渡性的產品 它是過渡性的產品 Mini LED為什麼這麼夯 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iPad用它 因為蘋果 蘋果用它 那但是呢 其實三星用這個什麼 量子點 Quantum Doct 這個是怎麼樣 你看 綠的越綠 然後怎麼樣 紅的越紅 藍的越藍 為什麼以前的OLED不好用 因為OLED 第一個不夠亮 它以藍色為基底 第二個 OLED會烙印 烙印的意思說 你如果常常看新聞 下面那個bar 它會停在那邊 你看別的時候那個bar 各位看到觀眾下面那個bar 黃黃的它會停在 所以新的這個技術 就把它拿掉 那我剛才講 對不起 現在昌星我打個岔 是 所以新的技術 如果我們要看這個畫面 來做比較的話 就是 右邊是新的 右邊都是新的 對 QD Display就是現在 三星要做的新技術 沒錯 對 那確實色彩比較鮮艷 比較亮 那所以呢 基本上呢 我剛才講了 大者橫大 小者橫小 所以看完大的面板之後 大家知道了 那什麼東西 就可以繼續推了 像Sony他就推什麼 推這種OLED的什麼 OLED的這種 所謂的頭盔 所以你看 連頭盔很小的 這個所謂的螢幕 都可以當做什麼 顯示器 所以我想 其實在這樣的一個 推動之下 包含元宇宙 包含我們現在的未來 其實都是做什麼 做OLED的一個推進 那大家最後再看一個 OLED的眼鏡 還可以做一個東西 在空中在做畫圖的動作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 非常炫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定位 傳統我們要修儀器對不對 我拍照 我不曉得該怎麼做 如果你看 我戴3D眼鏡 我這邊是空中拿一個立體的筆 有沒有 握一下 這裡再畫一下 這裡再畫一下 然後我就怎麼樣 存在我的3D的什麼 影像裡面 那下一個人戴著眼鏡來 你就不曉得 你就可以知道 你可以修哪一個地方 我認為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OLED 還有這些面板的眼鏡 基本上是後來的發展的一個區域 也就是要不你就做大的 對 大的你就要拼色彩 沒錯 拼飽和度 拼大電視 要不你就做小的 那做小的你就要拼元宇宙 沒有錯 你要搭到元宇宙的題材 才有機會動 那我們回來講股價 是 好 所以我想 其實以股價來講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短線上我們雖然有轉單利益 但是如果從中長線角度來看 人家已經切入新的技術了 這應該會這樣說 我們會賣人家很多 友達還有群創 基本上他也有技術 只是說這一波你看 我們跌得比人家深 你看這一波從去年的年中 我覺得這也是很多投資人的痛 一跌跌下來跌50% 你看京東方也好LG也好 我今天來特別找LG 跌下來都跌30% 所以這一波是在做什麼 跌升的反彈波 那跌升反彈波之後 就要看什麼 我們到底有沒有EPS 有沒有本益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六公格 其實我們看一下股價也就知道了 友達本益比三倍 群創三倍 其實他們現在的一個概念就是怎麼樣 去年賺很多錢 然後怎麼樣 本益比很低 那本益比很低就造成怎麼樣 會有高資利率 那這些高資利股股 我覺得友達群創你可以來做觀察 但是如果你想要找一些 比較標的部分 譬如像萊寶 我們可以看一下萊寶 8104的萊寶 大家可以看到 它也是萊德底下 跟元宇宙相關的 它就比較標 所以當它怎樣 回側之後往上拉 這兩天又帶量的時候 我認為它股份比較小 具備有比較標的一個機會 好 但是也請倉心帶我們來看 如果法人站在賣方 股價又跌破月線 是不是要小心 如果法人站在賣方 股價又跌破月線 是不是要小心 對 這個其實大家要特別留意 我們整理有台飛 玉龍 台鋸 強茂經濟世界這六檔 法人連續賣超 而且月線形成反壓 對 所以我們先看一個點就是說 假設你手上的股票 比如說好像經濟 這種所謂的月線 跟所謂的季線是走平的 這種跌下來你不用怕 為什麼 因為還有機會再反彈 你反彈再出就好 可是問題是法人一直賣 又一直破線的 比如台鋸椎 兩條線壓在下面 然後外資一直賣 法人一直賣 那這個東西就要特別小心 這個如果彈起來 碰到這些月線就要跑 你一定要跑 否則的話它會一直壓著倒 我們在講 譬如說去車那種類股 譬如說像玉龍 它是走平的 那這個相對安全 可是那種像 強茂這個車用元件它怎麼樣 死亡交叉往下 然後外資法人一直賣的 那這樣的話 其實我認為 反彈的話你一定要調節 為什麼 因為現在是緊縮的年代 所以當外資法人在提款的時候 你一定要特別小心 如果線形往下彎 反彈記得要解碼出場 好 所以威元 年前大家最關心的是 我手上的股票哪些可以留 哪些要賣 好 那我想剛剛這個 桑英哥講的這個內容 我相當的認同 因為包含像友達跟群創 今天表現比較強勢 我們先看下一頁 對 我們先看下一頁 下一頁的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看一下 這六檔各股的部分 其實包含了三個主題 包含像這個設備 伺服器跟散熱的一個部分 那比如說像這個油鐵 這個油能今天還創新高 所以這種可以繼續包 對 這個還可以繼續包 那很強勢 對 這線形沒有破壞 只要沒有跌破這一根 紅K的這個低點之前 我認為都可以都可以續包 因為他是台積電相關的一個 供應鏈的部分 那遜德也是 那剛剛偉創有提到 已經連漲了兩根的這個 紅棒的部分 那這個勵志的部分 我想剛剛這個應讓兄 有提到今天呢 網上大漲 那他也是屬於這個 這個小金機的部分 也是屬於這個大集團 培植的一個小金機 那剛剛這個陳彥克提到 對 這個散熱的部分 那見準這個是禮拜二 跟大家報告的部分 從這邊漲了兩根的一個 紅棒上去 所以目前這幾兩根股 其實沒有太大問題 只要記得說 能夠手速今天的 紅K的相對低點 那我認為都是一個 多頭的一個走勢這樣子 那有沒有可以佈局 年後行情 那如果說針對這個 佈局的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像友達跟群創 跟京東方的部分 其實我們看 台積電是在漲的時候 大家會找台積電供應鏈 那友達跟群創在漲什麼 找友達群創供應鏈 這樣的概念我想是行得通的 所以他們的共通點是誰 就是3535的這個精彩科 好 為什麼講精彩科 因為精彩科的客戶有誰 群創友達跟京東方 那特別他在針對什麼 面板光學檢測的設備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MicroLED 這個很少廠商有 因為剛剛方希克有講到 MiniLED是過度性產品 所以我們再看技術面的部分 那技術面的部分其實跟大家交一個方法 其實你只要注意看 均線糾結是一個向上起漲的一個訊號 之前這個在2019年 三年前 從15塊均線糾結漲到多少 漲到40.7 還有再一次從18塊漲到24塊 從最近經過三年調整 帶到這邊 這邊的部分均線再次糾結向上 目前今天的收盤價在20.1的部分 所以後面我認為是有空間 那最後再補充一點點 因為他在2020年是虧的 虧1.29 可是到今年已經估賺一塊了 那2021年12月份的營收是創新高 所以2022年營收還會向上 所以我認為說接下來這檔精彩的科 我認為明天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好 當然我們要持續帶你來關注台積電 台積電最大的競爭對手是三星 大家都知道 但是Intel不甘寂寞 他說過去我是老大 我也看不起台積電 想不到台積電 現在遠遠已經在我前面 而且還看不到它的車尾燈 但未來的半導體就是新時代的黑晶 我沒有半導體 我什麼事都做不了 所以Intel想回到半導體這個產業 它要怎麼樣在這個產業 跟台積電PK呢 他說7奈米5奈米我買虎 我決定跟它直接在3奈米對決 但問題是在3奈米對決 誰勝誰敗的關鍵是什麼 EUV 現在的EUV都可以用在5奈米 7奈米我們現在眼下所有的製程 都可以使用 都都當你進階到3奈米之後 現在EUV都不好 你要用的是什麼 新一代的高階EUV 好 問題來了 如果Intel認為我之前都落後 我也不跟你拼了 我現在彎道超車 直接在3奈米跟你對決 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拿到高階EUV 對 所以今天這個EUV的族群 當然有漲有跌 因為有些股票 它已經在半導體設備的時候 已經反應過一次了 比如說環軒這些上漲 今天倒沒有表現 但是我們看一下 易德是大家比較陌生的 這是做EUV的真空的C盤 今天上漲畢竟四個百分點 或者像公準 這個都表現不錯 那沒錯 其實早年張宗鵬就講過 三星是一個800磅的星星 明著來 但是Intel躲在那個 薄殺後的那個對手 有一點要當你的客戶 他又好像要跟你經營代工PK 現在Intel 跟艾斯摩爾定了五台 最高階的這個叫做HINNA HINNA的EUV定了五台 你說三奈米一定得用這種高階的EUV 我解釋一下 五奈米的時候單一的圖案的話 通過那個光照 就把那個線路圖 就把它刻在這個晶圓上 但是到了三奈米 現在被拚三奈米 這個方法不行了 這個方法不行 那找誰 找艾斯摩爾的光刻機 但是它的光刻機就升級了 叫做HINNA HINNA的話 過去它這個數值化的孔徑 只有0.33 現在精度要提高到0.55 那貴鬆鬆 你知道一台多少 多少錢 3.4億美金 開玩笑 那是以前一代的雙倍 我們不是常講說 台灣的高速公路 不要撞到 撞到以後你就準備賠 賠不完 那時候是1.5億美金 現在雙倍 3億以上 3.4億就台幣93億 但是你不買不行 你不買怎麼打這個帳 對啊 好 那來了以後 這個還有那麼簡單 我們台機店好像也有買HINNA 我們有買 買了以後 做2奈米的研發跟市場 據說HINNA的量很少 很少 而艾斯摩爾要做一台HINNA 要花很長的時間 所以現在大家在搶時間 誰先拿到HINNA 誰就可以在3奈米的這個領域 拔得頭籌 對啊 人家三星說 艾斯摩爾來 直接到我三星的廠房裡面 來做測試 我給你測試 我給你測試 那現在得EUV 得天下 現在等於進階版 換HINNA 第一個 比拳頭 美國不是弄一個瓦聖納協議 敏感的高科技 不可以出給中國 所以中心半導體 不是找了講霸 以為可以買到EUV 還是沒有 考在美國 美國說不行就不行 好 再過來要比錢多 看一下資本支出 我們今年台灣的台積電是最多的 440億 三星370億 英特爾250到280億 再過來很重要的 比股東 你跟艾斯摩爾沒有淵源 真的不行 英特爾的股東是最多的 它佔艾斯摩爾的股錢有10% 所以我們也是艾斯摩爾的股東 有 那時候台積電跟三星都有去認購 那我們台積電是5% 三星3% 但是注意看一下 其實真正艾斯摩爾 你別以為是荷蘭的公司 真正是被美國資本給控制 第一名的是資本國際集團 第二名就是定令大名的貝萊德 好 所以在量少的情況之下 艾斯摩爾到底要先把高階EUV給誰 這個很重要了 它會給台灣 還是先給英特爾 還是先給三星 剛剛蔡總說 如果要比拳頭的話是美國贏 對不對 因為在瓦盛納協議 美國等於是有否決權 它如果不讓你賣 那你真是不能賣 如果是比錢多是台積電贏 對不對 因為EUV那麼貴 如果是比股東是美國勝 但我們有個優勢 我們跟它有革命情感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HINA應該是會優先 我們美國一定會給 好 那我們也有可能會比三星提早拿到 但是我們應該會比三星早一點來得到 所以誰拿到HINA 誰就會在三奈米 得到一個領先的地位和先跑 就是贏在起跑點的優勢 我們回來談半導體 半導體當然是電子股裡頭重量級部隊 所以我們來看股價 到底這個時候要怎麼操作半導體股 好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講了這麼多 艾斯摩爾這麼厲害 我們看艾斯摩爾在美國掛牌的K線 請看一下 艾斯摩爾昨天在公布財報的利多之後 一環的破底 海底部連線 為什麼 怎麼這樣 我跟你講 現在新聞歸新聞 回來我們最近講的看本利比 艾斯摩爾的本利比 本利比太高了 四十倍 四十倍 所以有利多 但是本利比太高 下來 好 我們講的 所以現在的半導體 要低本利比還會轉 對 我們講英特爾好像 這樣巴拉巴拉 你看英特爾的股價往上 英特爾所謂 因為昨天美國的科技股 晶片股 會半跌三% 那沒辦法 攏攏 但是它還在越線之上 為什麼英特爾的本利比只有十倍 關鍵在本利比 所以關鍵在本利比 對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回來看我們自己的台積電 我們看台積電的K線 下面換外資 有一點小小的擔心 為什麼 即將封關 外資這一波 因為台積電的法縮 大倍這個之前 688之後 因為公債子利率飆到了1.8%之後 他就開始回黨 我們看一下 他有一天賣 昨天沒有賣 今天再轉賣 假如明天 我看很大的紀錄 明天會賣 會賣 會賣的話 十字線 台積電短線可能要回撤這個月線 但是還好台積電的本利比只有 因為今年一片是27 所以本利比只有24倍 但是回來看其他的六公格 這個環線雖然是EUV的這個 艾斯摩爾在台灣很重要的 合作夥伴跟代工 但是他的本利比不低 不低 所以你看股價 我們看619 因為大家比較熟這一檔 6196 6196的這個環線 你說好像利多一大堆 台積電要硬量法縮的時候 他一拉到195 盤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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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近量縮 因為本利比是比較高 所以大家看新聞的當下 算一下那個半導體的本利比 那蔡總我想 年前大家最關心的是 哪些半導體可以留 哪些半導體應該減碼 如果我們用月季線來看的話 我覺得本利比 我聯電本利比是OK的 所以可以留 沒什麼問題 而且你看這兩條線 就月季線都還沒有 台積電也可以留 只是說台積電不要是最高 因為台積電一定看外資 那像世界先進這個月季線 這個已經死亡交叉了 而且它今年已經漲很多 它在金岩市市檔裡面 它的本利比是最高的 加登不用講 今年只有賺三塊 公司是很好的 但是你股票已經是278了 你這個本利比也太高 反正跟剛才講過 所以還是要看一下本利比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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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